探寻世上奇闻 领略不同趣事 宝宝出生之前一直都是在子宫里面生活 但是大家应该也都知道 并不是每个胎儿都是足月出生的 对于早产人来说 他们出生之后所要面临的考验也会更多一些 所以大部分宝宝一旦早产 都会在保温箱里待很长时间 但是对于准妈妈来说 他们可能更倾向于打造一个媲美子宫系统的环境 这样即便宝宝早产 也完全不会影响他们的正常生活 而随着科学的发展与进步 现在科学家已经成功打造出人造子宫系统 从外观来看 这个系统特别像是透明的水袋 它完全可以模拟子宫的内部环境 为了让胎儿在里面也可以感受到羊水里面的感觉 科学家会在人造子宫系统中 充满营养物的电解之溶液 这样就可以建立血液循环系统 满足胎儿的供血供养和新陈代谢需求 不过想要达到跟子宫同样的效果 还要将这个人造子宫系统放在无均温度适宜的环境中 为了验证最终的效果如何 科学家专门选择了合适的羊羔胚胎 没想到胚胎在人造子宫系统中待了四周之后 居然顺利出生了 而且小家伙一切正常 发育、呼吸、进食、身体器官每一处都没有问题 看到这样的结果 科学家们又进又行 因为这跟正常出生没什么区别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人造子宫已经实现了重大的突破 对于那些没有发育完全的早产人来说 如果它们有机会在人造子宫中继续生长 出生之后就不用再住保温箱了 好了 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我的 记得关注 点赞哦